张志磊有了!中国有了! 中国巨人拳王杀入美国拳坛 仅用12秒就重拳抱头美国特种兵拳王 汉傻现场解说以及拳场老外 这是张志磊首次赴美作战 这时候张志磊还分年轻才31岁的年龄 虽然这是张志磊在美国的第一场比赛 但场面可一点都不小 霍利菲尔德都亲临现场观战 更是一场全球直播的比赛 可以说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张志磊的对手是美国的特种兵塔特 战绩7胜4负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其中6场都是KO对手获胜 也是比较有名的重炮型选手 大爆炸张志磊又会如何应对呢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小编助兄弟们发大财 比赛开始 红色短裤张志磊 蓝色短裤塔特 这简直就是一场秒杀的终结KO 张志磊快速地几拳下去 对手就已经完全破防了 裁判也是上前终止了比赛 张志磊的那几拳 看上去并不是很沉重 但却是将对手打崩溃了 张志磊一拳的分量至少有1000斤 果然是大爆炸张志磊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 这场比赛实在太精彩了 我们看一下 这位赛吉磊 张志磊太强了 打了一个漂亮的开局 第二场 张志磊对战刘易斯 此刘易斯非比刘易斯 这个刘易斯 没有那么厚的大嘴唇子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张志磊这时候 也已经不年轻了 但他在擂台上的表现力 依旧沉着 张志磊的身高 在重量级拳坛 都是顶尖的存在 很少遇到比他还高的选手 刘易斯身高臂展都不占优势 想打进张志磊的内围 也不容易 张志磊慢慢步伐上的逼近 刘易斯也不想正面硬钢 一直在围绳边游走 不过刘易斯还是将防守做得很到位 他也非常清楚张志磊拳头的分量 所以不敢有一点的大意 张志磊现在也是在试探对手的底细 出拳也没有真正发力 还是想先摸清楚对手的套路 张志磊前面的几场比赛 都是通过终结对手获胜 并且一场也没有失败过 相信这场比赛 张志磊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刘易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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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完 请 到达小吉 邀请 对 一步 谁 移辑 有 我仍然存在那一位比赛的位置 可能我能弄出这一位比赛 甚至比赛的比赛 想想一下 有一个不同的状态 比赛Lewis可能是一位比赛 我说的 千万不能小瞧张智蕾这种身材 看上去没有什么肌肉 但这种身材才是真正被人忌惮的类型 不然对手也不会一直往后撤 第二回合开始 张智蕾还是上回合的战术 主动地逼近对手 而刘易斯长得非常壮实 看他能不能扛过张智蕾的重拳 张智蕾的拳头可是非常沉重的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被张智蕾压迫的感觉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张智蕾还在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 虽然张智蕾出拳的速度很慢 移动速度也不快 但给对手造成的压力确实非常强 而这个刘易斯实力也不弱 尤其是在脚步的移动上 对手提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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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磊的拳头还是一如既往的杀伤力十足 但是这个刘易斯非常能抗揍 张志磊的这一波攻势并没有给他造成太严重的影响 双方的大战继续进行 张志磊显然是不想轻易放过他的 想直接将其狠狠地终结 不乏更加逼近对手 重拳也毫不客气地砸在对手的身上 比赛进行到这里就没有悬念了 因为对手脚步都明显地虚晃 想反击也不可能有机会 就连比赛都撑不过多长时间了 张志磊好样地再次拿下精彩的大战 这场比赛依旧是很快将对手终结 全场老外也没有预料到 张志磊的实力有这么凶狠 毕竟刘易斯在当地也是扛把子的选手 排名前十的高手 却被张志磊不到两回合的时间终结 这就是张志磊的实力 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 这就是张志磊的实力 这就是张志磊做得好 跟他的左手 他转它成为了 跟他左手 跟他抓到 Craig Lewis off balance right there and off guard 那是第一 knockdown right there same punch around the guard around the right hand and you see the eyes of Craig Lewis opening up right there right in the tip of the chin the legs went out and those are the 37-year-old inactive legs by Craig Lewis right there 张志磊 told us 赛后张志磊身披五星红旗 在全世界观众的面 展示中国力量 接下来依旧是张志磊 秒杀对手的精彩大战 对手名叫亚历山大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张志磊的身形太优越了 这次的对手 还是没有张志磊建树 张志磊比对手高出很多 简直是碾压式的优势 不过对手 也是在美国排名前十的高手 实力也非常强悍 他是一个进行性的选手 但是遇到张志磊之后 也只有防守的分量 张志磊前手拳不断地试探 对手的报价还是很严谨 一点机会都不给张志磊 而张志磊打得很沉稳冷静 并没有因为身高上的优势 猛冲猛打 而是慢慢地跟对手较量 可能也是跟年龄相关 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 星星早就已经磨练得 非常成熟稳重了 所以现在在擂台上 还是以沉稳为主 但对手一点都不敢大意 可能不经意的一拳 他就会被当场终结 对手的回事 是尽力的 对手的回事 有什么我刚才专门的 这是一枪和二枝 应该是一枪和二枪 不不可以的 能不能够 对手的冲击 如果你再去多长时间 杰可以给你 杰有一个非常好的 果然观看张志雷的比赛 还是很放心的 这场比赛依旧赢得非常漂亮 首回合终结对手 大家觉得张志雷打得酷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点关注 不迷路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这场比赛依旧赢得更好 这场比赛依旧赢得更好